結果還是攻內角進來來不及 這個球有沒有大力呢 再飛遠一點吧 再繼續飛 繼續飛上看他了 太紅了 到槍了 那剛剛藍一門的那個 一顆球的差距就立刻少一分耶 但這是小胖的楊春胖 看能不能用這一支拳壘打 先把球隊的氣勢給打起來啊 先前這個幾個外野的飛球 不然扎實不扎實 都找到了對方的手套 那李鴻鈺的一個應變真的夠快 前一顆才揮空而已 下一顆來就拳壘打了 所以剛才提到這個球如果配個變速球 再看一下剛剛 這個球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濕頭 也要壓在膝蓋上面一點的位置 被小胖給咬中 雖然球的勁也夠低 不過小胖的一個延展性做得很完整 好可怕